网上流传着一句2008年之后再无春运 2008年广州春运轰动全国 中央紧急调动4万大军赶赴现场支援 那年的广州火车站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8年对国人来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年初拉萨发生暴动事件 5月汶川八级地震几乎辐射全国 接下来首都举办奥运会 举国上下一片沸腾 下半年震惊全国的三具情暗毒奶粉事件被曝光 引起人民公愤 南方气温骤降 发生百年不遇大雪灾 多城市爆发手足口疫情 时隔多年 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而今天所讲的广州春运事件 发生在2008年年初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春节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节日 一般从1月末2月初 是各个大城市的火车站 汽车站客流量最大的时候 车票也早早地被洗劫一空 2008年的广州也不例外 要知道 当年的广州算得上中国的经济龙头城市 轻工业和制造业尤其发达 开放而繁华的广州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前来务工 当年的春运事件寒阔了很多城市 不过轰动最大的非广州莫属 经济危机之下 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大量企业倒闭 农民工面临失业 加上当年气候突变 位于热带的广州 竟然出奇地冷 似乎已经预示了 接下来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2008年的春运 似乎比以往时候要早一些 一月末的火车站就开始人头攒动 拥挤不堪 几天以后 广州的温度骤降 当地人拿出了几十年没穿过的羽绒服 人们纷纷好奇 这是什么鬼天气 然而谁都没想到更离奇的事情即将发生 由于天气原因 国内大部分航班被取消 部分地区持续降水 导致路面大片结冰无法通行 越是这样的天气 打工人越是归心似箭 恨不得马上回家与亲人团圆 一些高瞻远瞩的打工人提前把汽车票换成了火车票 在没有高铁的当时 火车算得上最稳定靠谱的出行工具了 一时间 火车站人山人海 好不热闹 很多工作人员开始慌张起来 眼看火车站的人员越来越多 大量车票一抢而空 很多乘客买了票 但并未赶到车站 这意味着接下来几天 将持续迎来客流量高峰 为了尽早回家 很多人提前三五天来到车站 有的甚至拖家带口 直接在车站打地铺 场面煞是壮观 那时候火车站附近已经封路了 就是开车是无法到的 去火车站唯一的一个途径是什么 坐地铁 那时候只有坐地铁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大概从地铁口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10点20了 离开后还有10分钟 我当时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吓吓懵了 彼时距离过年只有不到10天了 很多人依旧没有坐上回家的火车 原来恰巧那几天突降大雪 出于安全考虑 很多列车班子被取消 具体出发时间待定 现场乘客席地而坐 生怕离开车站就错过了回家的列车 火车站的人流一度达到十几万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情况已经是车站工作人员难以控制的局面 广州是一个很少下雪的城市 突然的降雪 让整个城市沉浸在冬天的浪漫之中 很多居民不顾严寒 到广场上堆雪人 打雪仗 与朋友拍照留念 人们在漫天纷飞的大雪中辞就迎新 丝毫没有注意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 根据当年在火车站附近的工作人员描述 几乎是一夜之间 火车站满满的都是人 用人海形容丝毫不过分 就连车站的几个出入口都围满了群众 有人抱着孩子站在广告牌上 有人被挤得缺氧 面部变形 呼吸困难 原本热闹的车站 一下成了急满丧失的案发现场 千军一发之际 中央调动四万大军赶赴现场维持秩序 场面壮观百年难得一见 史上最悲惨春运没有之一 本期带您重温2008年春节广州火车站现场 到底是怎样一场春运硬生生的 把我国逼成了几件狂魔 2008年春运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惊心动魄 当时正值春运高峰 中国东南和西南 尤其是湖南 贵州 广西 江西等省 自治区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大雪和冰冻 使南来北往的旅客大量滞留 广州一度滞留了八十万旅客 五十九万人不得不办理了退票 正月十七当天 全国发送旅客五百八十八万 创春运有史以来 一天发送旅客最高纪录 不要急不要慌 大家都能坐上车 2008年广州火车站的喇叭 不断循环着这句话 彼时火车站外面暴雪纷飞 依然有无数乘客不顾严寒涌向车站 一夜之间 飞机停飞 公路进风 火车变成了唯一可以回家过年的交通工具 然而南方多城市爆发雪灾 很多列车被取消 乘客不得不选择其他的线路 一时间 广州火车站内滞留的乘客高达四十万人次 远远望去 数不清的沙马特人头 令人眼花缭乱 突如其来的寒潮席卷了 包括广州在内的多个南方城市 暴雪 冬雨加上低温同时发生 南方的铁路基建几乎瘫痪 高压线塔和供电线几乎被压塌 甚至市区水管一度结冰 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特别是火车站周边的超市 饭店几乎被洗劫一空 尽管一桶泡面卖到五十块钱 一瓶水卖到二十块钱 商店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卖断货 拥挤的人潮 已经让很多人体力不支 时不时有人喊快来人 有人晕倒了 有人没有呼吸了 还有大量儿童 刺心裂肺的哭声 现场十分混乱 里面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进不去 一旦发生踩踏事故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确保滞留乘客的安全 中央紧急调动 四万大军赶赴现场维稳 他们肩并肩架起胳膊 组成人墙 以血肉之躯来维持现场秩序 工作人员还在车站附近 设置了爱心餐饭 免费为乘客提供饭菜和热水 不过这样依然不能平复 乘客躁动的情绪 有的乘客 以及在车站等了三四天 满腔怒火无处发泄 一股脑子向维护秩序的军警 破口大骂 甚至有人把鸡蛋和菜叶子 扔到他们身上 这些军警依旧耐心地劝说 尽量让大家平复下来 车站外面冰天地冻 车站里面熙熙攘攘 人们滞留在原地 不敢上厕所 不敢吃饭喝水 生怕再回来 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大家挤在一起 抱团取暖 而现场的军警也不例外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不喝水不吃饭 换班以后就地休息 据说当时还牺牲了 三位负责抢修高压电的工作人员 国家出动了大量人力物力 一连抢修庆礼了好几天 广州部分火车才恢复正常通行 从进入春运开始 广州火车站卖出的车票高达500万张 事实上 在火车站如此拥挤的情况下 依然还有几十万乘客没有进来 如果火车依旧不发车 或许将涌入更多的乘客 而随着抢修进度的加快 很多乘客看到了希望 正从地铁站向火车站涌去 期待能尽快坐上回家的火车 而上了车的乘客并不顺利 有些轨道因为积雪阻断通行 又在中途滞留了两三天 很多乘客已经达到了忍耐极限 毫无素质地在车上大喊大叫 甚至要求乘务人员给一个说法 到底还能不能回家过年 这些人是骂娘的也有 人是有 那你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听着也只是一笑而过 还又能怎么着呢 他们列车上的人员听了以后 也是装听不见 那他就骂两句就骂两句 就算了 都是这样 很急啊 现在家里面都准备好晚饭了 没钱了 没钱了 还有多少钱 15块钱了 那再拖一天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啊 两个人这样的钱就这么多了 很多乘客因为手机没电 早就与家人失联 不停地向乘务人员发着牢骚 而有的乘客却吵着下车 表示这个速度还不如自己不行走回家 而工作人员只能视而不见 当时车上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教授 因为受不了车上的嘈杂和混乱 直接犯了心脏病晕死过去 可以说天灾人祸之下 人类的力量总是显得那么渺小 在各方工作人员的积极抢修和努力下 广州铁路局终于传来一个好消息 他们调来了20辆内人机车 大约可以运送7万乘客回家 这个消息再次让车站内的乘客躁动起来 彼时车站内的乘客 加上火车站外围广场上的乘客高达80万 只有7万人可以先走 可是大部分人已经体力不支 如果分配不合理 必将再次引发暴动 现场乘客无比激动 哭着闹着要求回家 各位军警收到命令再次紧张起来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南方恶劣天气影响 一场史无前例的春运潮 悄然降临在08年春节前夕 这次春运之后 我国全力投资基础建设 春运高潮已然成为历史 暴雪过后 气温渐渐回升 广州火车站的东广场上 又围过来很多乘客 天晴了 大家又开始大包小包的往车站里面挤 远远望去 广州火车站周边已然是一片人海 近百万后车乘客将车站层层包围 车站调来了有人跨越围栏 推赏军警和工作人员 不过是想早一步登上回家的火车 随着气温回升 路障清理工作越发顺利 很多火车班次恢复通行 加上陆陆续续调来的内人机车 广州火车站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乘客 但由于大量乘客不断涌入 整个火车站看起来还是人海一片 巨大的人潮犹如洪水在里面推来洒去 值班的民警已经连续工作30个小时 现场有救护车陆续抬出晕倒的乘客 无数与家人失联的孩子嚎啕大哭 整个火车站犹如一座发酵场恶臭扑鼻 可怕的是 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十天 在数万军警和工作人员不懈的控制和疏散下 广州火车站的人潮终于渐渐平息 大家有序排队 陆续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很多目击者和当事人回顾这次春运 纷纷表示 当年能顺利回家特别不容易 很多人都被巨大的人潮劝退了 也有人在这次事件中不幸受伤 如果没有那些军警的维护和协调 发生踩踏事故的几率可想而知 据后来统计 那年春运有十几万乘客足足在车站后了一周以上 人几人站着睡觉 被过脸就地解决小便 因为缺水缺粮晕倒的大有人在 这次遭遇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那段时间 整个火车站附近散落着大量的行李箱车 咕噜 无人认领的行李包和各种身份证件 垃圾 排泄物 更是臭气熏天 2008年以后 中国春运一度成为网络热词 让很多外国友人大为震撼 足以见得中国人对于回家过年的执念 美国财富杂志 描述2008年 中国春运时有这样的话 春节前后不足六周的时间里 中国人口流动高达24亿人次 接近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可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2008年 广州火车站这场春运被改编成了一部叫 冰雪十一天的电影 剧中排场还是非常震感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2008年以后 国内交通网日益完善秘籍 从最初的打车难 黑车多 到现在随时随地一件叫车 从最初的绿皮火车 到现在高铁动车 平稳又速度 睁眼闭眼间就能到达另外一个城市 公路设施基本覆盖了全国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交通运输事业迎来了交通大国 到交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十年的时间 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高速公路网 世界级港口群 航空海运通达全球 提起中国港路桥 以及快递 无不让世界有人称赞 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尽便利 不过受新冠疫情影响 从2019年开始 我们已经三年没有感受过 正常的春节气息了 随着国内管控逐渐放开 很多在外打工的游子 已经蠢蠢欲动 而今已经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 这个春节你会回家过年吗